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临水县的一个口湾村 就是我们现在租住的这个村子 前几天我们不是车子在海口 在木兰湾海边飙车的时候就回来 之后车子一直前轮 右前轮的话 左前轮的话一直跑气 这几天它还是不断的跑 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村子里面 修车修理厂检查一下果不然 扎了一个小小的冰箱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 特别方便 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幼儿园 两个小学买菜的市场和市场 特别的方便 修车的洗车的特别的好生活 虽然我们住的这里叫村 但是它属于椰里镇 其实过了林水大桥就是现成了 而且这个村子里的出租屋是特别多的 像马路两边像这种 全都是出租的 很奇怪的是在这个村 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垃圾桶 但是整个村子是特别干净的 太阳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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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了 炸了一个钉子 就像牙签这么细 所以它每天好一点气 每天好一点气 我们把轮台已经修补好了 但是我停车的地方 刚好在建房子 把我的前椅子在上面 就掉了很多水泥箱 顺便把车子洗干净 然后上次擦干水 车里它也不吸收下 然后我们洗好车之后 就去我们最近的一个海滩去看看 这个地方主台是40块钱 然后洗车呢 我跟摆单 他说一起是90块钱 我说为什么要90 他说洗车是50块钱 他说怎么这么贵 不是那你不要洗里面 不能洗 所以他就不少我30块钱 他给他好景气啊 他人家不得 他冲洗了之后 又喷了一次泡泡 我的车全部变纯白色的了 玻璃都变白了 闻到了一股融融的香气 这个不只是不知道是什么 和一般的泡沫洗车的不一样 这家很注意环保 你看他们还专门修了一个下水池 这个村子里面的洗车修车店 真的是洗车特别的仔细 这是我洗过所有的洗车店 最仔细最好的一家 它就是连发动机里面都清洗了 然后整车 都是用那种高压吹气的 整车全洗 特别是发动机里面擦得很仔细 所以这30块钱是相当滑得来的 我们现在准备去椰子岛水口庙那边 那里是离泥水县城最近的一个海 走吧 好